各位, 今天我们来到中环的亚洲影视 大家不知有没有上来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高级 无论是2channel还是Home Theater 都是非常高级的一个总坛 今天来到这里, 当然也是看高级的东西 就是来看看Sony Sony 有三部家用的4K投影机 今天宣布推出 分别是870、570和270 其中间最大部是870的雷射胆 大家都知道雷射胆的投影机非常够光 而且非常耐用 同一时间, Sony 的投影机 是使用SXR Denative 4K 解像度的显像元件 再加上有几个新技术 进一步将画质提升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记者会到 看看它的技术介绍和画面是什么 沙拉粉的行曲 所以在 preachedlerde�织的工具中的 余提升 首先是4K的台式 4096 x2160 产本来产生纸和XXRD自己的 我们可以产生这些 对戈卡产生线开采纸和 Confederate 规定幅滑度的 约约的高约约约约闫ulu 遇约到120Hz 很高约的高约 和能力去製作了製作的好製作 是的 零光是在VW870例如 零光是零零 不居然沒有維持 我們可以做一個非常特別的零零零零 在一種方法 我們能保持個性的廣角 在VW870 也有更好和亮度 從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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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然后被冤枉了与他们一起用手 因此,这是一个继续区域的继续 这里 您可以看到 房屋的发生 其实是手 在继续和整个一样的一种的一种了 这一年我们介绍了三个型模式 VW270 VW570 VW870ES 因此,这是一个观看练的整个继续 我们有9Models和11SKU 现在我们介绍了VW870新的两个新的双方式 我们有了AQ-F的双方式 和我们增加了2,200L 所以什么是AQ-F的双方式 AQ-F的双方式是18碗的双方式 在外面的双方式 我们有加了一种新的技术 名为Digital Focus Optimizer 我会展示给大家的DFO之后 然后什么DFO这个做是 像你们知道 中心的双方式是最硬的 尺寸的双方式是不太硬的 那是双方式的双方式 但是DFO自身的能够现在 修正的距离中间的双方式 但与DFO双方式双方式的双方式 双方式的双方式的双方式是相似的 所以它们的双方式的双方式 同时 אות酮高度双方式的双方式 然后它穿的VW-870 比较VW760的VW760 我们有免购了DynamicIris 我们也有免购了Laser控制 因此,因此搭配了DynamicIris和Laser控制 我们可以有更多纤细的纤细 和更多Dynamic 因此,这就是结果搭配了两个 你会有Iris控制和Laser控制 因此,我们叫它Dual Contrast控制 当然,我们有免购了Z PhosphorLiteSource 20,000时,只有22KG 而且非常冷静在24dB也 因此,您知道,与LaserLiteSource 因此,并没有免购了 因此,我们能够用它至20,000时 接下来,我闭嘴VW270和570 因此,VW270是1,500L VW570是1,800L 因此,基本上,两个颜色相比较相似 因此,VW270和570是1,500L 因此,我们有免购了 因此,我们有免购了4K的颜色 因此,如果您搭配了VW260和270 因此,它只是增加了1cm 当然,Projektor自身有免购了 因此,Model270和570 因此,请记得,我们并没有免购了DFO DFO,Digital Focus Optimizer DFO现在仍然有免购了VW870 因此,它们也有同样的效果 因此,新增加了4K 因此,只需要用有免购了VW270 因此,这种感觉到 因此,有免购了VW270 因此,如果您能看到一些 其他地方这里 因此,也许是移增了VW270 因此,您能看到它的 Digital Focus Optimizer Combining with the reality creation I'm gonna turn it on Can you see on off On off Yeah iMax Enhanced Very good question Already one question came this morning Let me explain iMax Enhanced is actually a Certification process with the DTS and iMax So currently the iMax Enhanced Is only available Technically in US market only Yeah But the iMax Enhanced Is already been certified For the Bravia TV As well as the home projector So the This model like for example the 870 The equivalent model of the US Is actually the same specification But technically we do not In Asia Put the iMax Enhanced logo At this point Because it is not available in Asia 三部相機最重要就是价钱 对吧? 可以看到价钱 870雷写光源那一部 就是 哇! 199,000 199,000 那一部 就是高压水行灯 传统光源那一部 570和270 价钱分别是 69,000 和39,000 当然 19,000多 那一部 就有 2万小时的时间 当然是任看不生氣 但如果大家觉得 19,000多 那一部的车都可以 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想便宜一点 其实中价那一部 其实中价那一部 那一部最远那一部 不是中价那一部 不是中价那一部 那一部就是8万多 那一部其实流名都不错 类射光源那一部最高 流名是2200 然后中价那一部 大概是1800 其实流名都挺够光的 如果大家说 我都不是说夜 从焦煲到晚 其实中价那一部 性价比算最高 当然再便宜一点 那最便宜的那一部 270 流名就是去到1500 那1500 其实理论上 你打100吋 一个膜应该都没什么难度 那如果你说要再打大一点 用高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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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就是说很小 比起入门机 你看到它是大一圈的 但是对于其他专业机的雷射光源的投影机来说 其实这一部已经是算小的 就是说你真的要放在家里的话 它都可以放到的 而且散热口其实都在前面 所以贴口墙都可以 Reality Creation 的画面增强功能 这次还会有一些 连镜头上的补偿功能 可以令到光行窒素变更加高 还有电子zoom 所以你不同的画面的mapping 又可以按一个键就搞定 因为它是RGB显像 所以颜色非常自然之外 是不会有彩虹效应的 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黑位 所以对家庭的追求很极致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主要是这么多 今天跟大家来到Sony的记者会 3号新出的交用投影机 就在这里为止 喜欢拍片的朋友 给个like我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订阅后 记得订阅后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新片出来一起收送字 另外就是为什么要站在它旁边 因为很久没见戴怒我们的喇叭 以前每天见 现在很久没见 所以先摸摸它 拜拜